哈囉 大家好 我是虹月亮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 1.20 戀才生存 來 觀眾 我們上個集呢 不就是 在阿洛家呢 放了一個 差點把他家炸壞的一個小東西啊 然後呢 也把我們的這個 鏟子以及鎬子 全部都附上了獄水喔 甚至呢 我們還在我們家門前有沒有 養了這個3P的骷髏馬 相信各位應該也是覺得很開心好不好 我們再坐上來 開心 欸 然後馬 他是會自己補血的是不是 他的血是滿的 OK 那總之我們今天的話要做什麼呢 來 馬上來看一下觀眾們又有什麼樣的任務啊 OK 就是這個喔 他說在阿洛家周圍養一個扶手者 然後蓋一個家給他喔 但是 要養扶手者 簡單講就是要把扶手者從 呃 遠古城市運過來嘛 對不對 好像其實有點困難耶 我覺得 我的防裝可能要再更強化一點 雖然說他的音波攻擊是無視防禦啦 但 我覺得我也有可能被打到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把我們的這個裝備升級成 獄水之類的可能會更好啦 不過在我們做裝備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留言啦 這位觀眾呢 他花了750塊啊 然後只跟我們說了一句謝謝 我不確定他是 呃 抖錯還是怎樣啦 反正 750塊 然後只說一句謝謝 有這麼好的人嗎 各位 就單純支持我 然後 然後 毫無所求的就 捐獻出了他的750塊給我 我覺得這個不行 我一定要幫他立一個牌坊起來 OK 想這樣子有沒有 感謝黃先生的熱情贊助 舔錢750塊 然後呢 其實我也在想要不要就是把 所有的超級感謝都 貼在上面來 然後當個告示板這樣子啊 不過這感覺要弄得還蠻大的 我目前也沒什麼想法 各位有什麼想法 也快一點的想法告訴我啊 反正這個七爆十塊 的這個 黃先生熱情贊助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是黃先生啊 也許是黃小姐 不管 總之我們就是把他的告示板留在這邊 之後 有沒有要新增其他的就 看各位觀眾怎麼想啊 那然後呢 各位 他留完這個謝謝之後呢 其實他之後還有再 呃 留一個 好像是隔天吧 有留一個就是 把自己的裝備升級成玉水哦 然後下面就有很多觀眾說 呃 我會跟別人借 玩伺服器必備技能 啊 你們答對了好不好 我記得阿洛好像 呃 應該是今天嗎 因為我忘了是今天還是昨天 好像我去炸了這個玉水哦 所以說我們來跟他借一下好不好 哇 阿洛你怎麼長這樣子啊 你長得超像亞洛赫 啊 你還有多的玉水嗎 我今天要來跟你借四個玉水 姐哦 你說要借還是拿 哦 你這裡還有玉水 你怎麼這麼多個哦 厲害吧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 四件裝備全部都那個了 不過可能要等我一下哦 OK 啊 你還有多的那個玉水模板嗎 有啊有啊 超多耶 為什麼那麼多 剛剛 玉琳腹肌太多了 好 給我給我給我 然後接著我就可以敲了嗎 啊 你知道這是我的斷照牌哦 我知道啊 你怎麼知道 憑空多出一個斷照牌 哦 免費的 然後我就有四個免費的玉水套了 啊對啊 阿洛我雖然說前面是說跟你借啦 可是你覺得我會還嗎 啊你有覺得我目前這樣超帥嗎 我覺得紅色好開一點耶 欸 我的肚子有丟你的頭耶 你哪是丟你的頭啊 有啊 你看 那個不是 是嗎 丟你的眼睛耶 你那個不是那個什麼 玉卒的那個 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肚子有丟你的眼睛啊 還想我覺得還好像也還好 之後看有沒有機會換個顏色 好啦 那總之呢 我們目前也完美的達成觀眾的要求了嘛 升級完了這個全套的玉水裝 這樣子我們帶伏守者應該會比較輕鬆吧 應該 那接著呢就是要來把伏守者運到這附近嘛 然後蓋個家給他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真的蓋什麼家啦 直接在阿洛家下面這邊有沒有 挖個洞 像是這裡有沒有 其實就可以當他家了有沒有 然後還可以順便搞阿洛啊對不對 我覺得蓋在這裡很棒 那總之呢我們就是跟阿洛拿一下偵測器 然後 印象中是地板門就可以了吧 我們拿個地板門 那接著呢就很關鍵了 我們在這邊有沒有 放個 偵測器 然後偵測器上面再反過來 然後把地板門放在上面 這樣子呢就可以製造出一個 會不斷產生噪音的一個 裝置嘛對不對 然後接著那邊是伏守什麼啊 一定會需要很多的升板眼 所以來 呃 好啦我們用升板眼裝好了 因為我很喜歡升板眼裝網 我們就做很多 然後呢就是把下面這個空間有沒有 全部都給他填滿這個升板眼包 OK 想這樣子 目前這邊已經是一個很安穩的空間了嘛 那接著呢我們就是從這邊啦 先 挖出去好了 好不好 我們就是把這邊挖出一個 適合讓伏守者走的地方喔 伏守者就一格寬啦 所以說這樣子是走得過來的 然後接著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我們 剩下的呢就是 要來去尋找伏守者喔 呃實際上我沒有引過伏守者 所以我其實還蠻怕會死的 但 應該沒那麼困難吧我覺得 反正我現在呢就是先來去地底下好不好 就是這邊喔 這邊是阿洛挖的這個洞 然後這個洞好像不夠高是嗎 我們給他多拓寬一點 欸而且他這個東西沒有樓梯 阿洛到底為什麼 挖這種洞窟不蓋樓梯的啊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啊 總之呢因為這附近就是山區嘛對不對 所以說 地底下其實就有那個 好像沒有遊虎城市啊 但是有那個 伏林效果的樣子 所以我們只要到地底下 應該就能召喚出伏守者 那總之呢我就是 呃把所有的這個 階梯都放著啊 欸然後這裡又是怎樣 為什麼 他這個道路還給我幹一半的耶 What the fuck 算了算了算了 阿洛這個沒用的傢伙 然後引上來的同時呢 我還必須要就是 呃不讓他攻擊到這邊的村民啊 所以說想來想去 我還是直接從這邊有沒有 就直接 挖一個隧道下去就好了啦 那總之就先確定是這裡好了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從這邊挖下去 喔這好吵 吵死了 等一下各位 我目前快挖到了 但旁邊好像有伏林效果還一直在叫 燈都被我挖到一半他就出了 他已經叫兩聲了耶 應該是左邊這邊吧 哦挖到了 完了他叫第三聲了 我們先撤退一下好了 因為他再叫一聲 伏手指就要衝出來了 先帶個觀眾看一下這條路好了 其實蠻長的 然後我還要把階梯鋪一鋪 不然的話我在爬樓梯的時候就會被伏手指追上 總之就是這邊先鋪一段然後往上走 哇這邊超長 OK拐了一些彎之後這邊出來嘛 接著就是從這邊一路往上就到 這怎麼是懶啊 反正這邊是阿羅家底下 然後這邊我先 把這邊填一下好了 我怕伏手指亂跑 雖然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阿 但 還是填一下好了 畢竟這個一定要小心點啦 你知道嗎 OK 總之像這樣子應該就行了吧 然後我們就是 慢慢的鋪上去 OK想這樣子我們已經接上來了嘛 接著呢 我自己的構想是把伏手指關在這裡面嘛對不對 伏手指的身高好像是2.9格吧 所以說2.5格有沒有 是進不去的 我們只要在這邊挖個洞 接著他進來之後我們趕快出來 然後填好這個洞 應該就不會死吧 我猜啦好不好 希望一切都如果想得那麼美好 那總之我現在就是先把我的 身上的東西丟進去 這些用不到 然後呢我們再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放上這個地板門 接著我們就可以 你走開啦你是怎麼上來的啊走開啊 OK 剛剛有個來亂的 總之我現在呢就是想辦法有沒有 把這邊鋪好 方便我們行走之後應該就比較簡單了吧 我們就在這附近有沒有 瘋狂亂跑 瘋狂亂跑 好 喔出來了 呵呵呵 我們慢慢你 先不要讓他暴怒啊 不然讓他暴怒 我又很辛苦 完了他來了 他會衝過來嗎 來來來來 他有跟過來嗎 看不到啊 等一下 我們要 他在亂吐 他亂走他沒有跟著我的想法走 等一下 我讓他走進來 他還 還會亂跑耶 等一下他現在到底在哪裡啊 他有過來嗎 欸他又出一隻了 在這裡 那這隻應該比較好一點吧 我們打他一拳 你趕快來趕快來趕快來 上來上來上來 啊白癡喔 這裡不夠白癡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智障 我沒有拿稿子 那裡 那裡不夠高啊 難怪他進不來 OKOK 他來了他來了 等一下等一下快跑跑 他他超快的 你超恐怖 哇靠他怎麼那麼猛 欸他只不過稍微離我遠一點 他就噴我耶 不是啊 呃呃 嚇死我 不是啊 哪有人會在跑步期間吐那種東西的啊 莫名其妙 不過他殺了我之後 應該也會比較冷靜了吧 我猜 哇操 他怎麼在這裡 老哥你先冷靜點好不好 老哥你先冷靜點好嗎 我們穿越他的身體 應該沒事吧 哇靠 等一下他怎麼那麼多次 等一下 不要吐不要吐不要吐 幹他怎麼那麼 欸等一下他怎麼 越來越上來 等一下 我這樣是要怎麼去 領我的東西啊 哎呦 直接跑過去 好 好 他是不是又怕風了 對 快跑快跑 上樓梯 很快 哪有人攻擊還會在那邊 做奇怪的事的 然後你是誰啦 殭屍滾啊 走開啊 我都找到K笑啊 你們還在這邊 他怎麼又發風了 他是打我嗎 他是打我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完了 操 不是你知道這個最困難的就是你贏到一半還會有怪的打你 到底是殺小 你趕快去打其他的殭屍 你穿我的裝 還好感謝扶仇者大大好不好 感謝你 然後你 好他要績笑了 我們先閃 哎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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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他被安德卡住 喔他是打安德 nice 白癡安德 然後你是上不來還是怎樣 我猜他是上不來啊 我挖掉一點 哎他真的上不來嗎 還是你哪裡怪怪的 喔喔喔喔 他是真的上不來還是怎樣啊 喔他沒有辦法走這個磚是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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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他冷靜一點好不好 我快受不了他 但目前應該是成功禁錮了啦好不好 我的高度沒算好 起碼他這個應該有三格啊 其實應該是可以的 只是不知道剛剛方什麼事 你是對我嗎不是吧 不是我吧 OK各位 我們目前已經成功把復仇者G G留起來了有沒有 來偷看一下他在幹嘛 啊抱歉 算啦我們就 好啦自殺啦 刷掉他那個仇恨好了 我們不要就是 給他太仇恨有沒有 再一次 吐 nice 總之這樣他應該就不會消失了吧 他應該就會去後面看那個東西有沒有 好 我們只要慢慢的接近 其實還行啦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他是走不出來的哦 甚至他好像在這個地方行走都 還蠻痛苦的是嗎 奇怪他沒2.9格 但我這個有3格高啊 總之這邊就是 養復仇者的地方好不好 他應該是不會出來的啊 我們就可以安心了好不好 然後接著呢我們就可以來找阿羅來看看 他對復仇者有什麼樣的想法吧 洛哥你你人呢 在2樓 好你回來一下 等我一下啊 啊我在2樓啊 好 你下來一樓 啊 我聽到很不妙的聲音耶 啊 你在幹嘛 欸為什麼我的 你抓復仇者哦 你來看啊 下面啊 哪裡 不要緊張啦 過去 他不會打我嗎 不會啦 他在看東西啊 對不對 而且還沒有圍起來耶 他走不出來啊 啊你為什麼在我家關這個 因為我工作叫我在你家附近牙 可是他很吵耶 啊 很吵啊 很吵 可以的啦 我相信大家會喜歡 啊 等一下 他好像生氣了 他走不出來啊 不用緊張 啊 是什麼 他不小心就被我定在這裡耶 你很開心對不對 不是 啊這個 要放了多久 我回來 不要緊張喔 洛哥 他都打我了 好啦 回來啦 回來啦 我把他 我把他那個 轉 你仇人轉移了 快快回來 我打他以前 他仇人就轉移了 來 你看你 好 你打他一圈 我打啦 我打啦 對啊 對啊 你看 他是看我 他不是看你了 對不對 啊你這樣是不是就不能在家養貓啊 對耶 然後你家貓就被吼死 啊這幸好我家貓已經死光了 你開心喔 我能不能殺他 不行 這樣是距離夠嗎 不行殺他 不行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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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不會真的想要在我家養著東西嗎 對 你要養著你家 不行 觀眾要我養在你家 OK嗎 好不好 好不好洛哥 這觀眾的提議 好啦好啦好啦 讓你養一天 讓你養一天 好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幾天 應該是完美達成的觀眾們的要求 好不好 但阿露好像不喜歡他就是了 總之 很感謝觀眾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財 beyond 感謝 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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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